这是每年冬天北京的天空 因为烧煤供暖造成的空气污染 让大陆官方下定决心 要彻底执行煤改气与煤改电政策 那个煤吧 特别那个不安全 一个冬天吧 烧一车半只两车煤 以天然气或电力取代燃煤供暖 北方津津季地区展开大规模改善工程 砸重金换设备就是要找回那片蓝天 我们细算了一下 可以减少带污排放的1844成吨 那按照一公斤十块钱的话 那我们可以减少1800多万吧 只不过大刀阔斧赶不上激动天气 经经济不少地区有了设备却没有气 这个冬天反而名怨四起 这个锅炉 气转的烧煤的那个 然后给我们卸了放这了 让我们看那么一个 闭刮楼 也没通气现在 燃气没弄好 煤也烧不了 不过就在此同时 大陆主导的亚投行宣布 已经批准一笔2.5亿美金的贷款 将用于北京天然气输送馆等工程 预计使22万户家庭受贿 并为北京减少每年65万吨燃煤 希望让北京的冬天不仅温暖 而且拥有蓝天 记者汪承熙综合报道